这集介绍一款放在室内能吸毒的植物 不是能排毒的植物 他刚买回来时小小一盆被我拍得很大 其实也不过就是大约两三寸盆的大小 这植物叫锈针椰子 因为盆子实在太小 我先调配能长期使用的土壤给它 用的是甜土 粗糠 鸡粪肥 蛋鸣甲肥都具备了 看到了吗 它就是这么小 我准备一个约五寸盆来替换它 放在室内的植物 大多数命运都是提前结束生命 我不要这样的结果 先用小石头放在五寸盆底部 再把调配好的土壤放置一半的高度 结块的是鸡粪肥 富含鸣甲肥 虽然它还小 但不知不觉长大了也会开花结果 现在我把买来的锈针椰子上下颠倒 顺利地从花盆内取出 筋部直挺长得很漂亮 现在换了这个盆子就可以养一段时间 因为它生长速度不是很快 放在室内或阳台非常适合 我把大量的土壤往它的四周填满 锈针椰子放在室内光线充足的地方最好 但不是直射的阳光哦 它能吸收空气中的甲醛 甲本三绿乙烯 更能行光合作用 吸收氧化碳制造氧气 我介绍过许多植物适合放在室内 现在又多了锈针椰子可以选择哦 换土加盆也浇了水后 怎么样 总比挤在那个三寸盆内好多了 阳光越来越强了 我要一到适当的地方 呃 我这里现在有个不算大的问题 事实上应该说一点问题也没有 也许换个角度说大家会比较清楚 这家人看这一盆又取进屋内了 满屋的花花草草现在是怎样 是要中到像野蛮游戏第一集才高兴是不是 所以我放在我房间阳台好了 从2022年8月18日到现在2022年11月13日 算算两个半月有了 不知道是给太肥还是锈针椰子的特性 当初农家是种子挤在一起种的 现在事故好像要做一些小改编 因为锈针这两个字好像要删掉了 你们看这像锈针椰子吗 出爱景楼 地点在7号种植区廊道 事实上是这样的 因为种子太密使得现在 置业生产的不顺利 想要让它好看一点就要分盆了 这样锈针椰子长得才会好看 我准备两个同样是圆形 此外大小高度容量完全没一个相同的花盆 我要把锈针椰子分成三盆 第三个花盆因为蛮大的 等一下再修给你们看 花盆底下都有放石头 以方便排水顺畅 这个镜头不知道在拍什么 第二盆没看到又要调配土壤了 这次是甜土加上辅业土 其实锈针椰子并不挑土壤 它们来自热带 适应力很强 主要分布在中美洲热带地区 喜欢高温高湿及半阴的环境 我现在先把两个陶瓷花盆 装上一半的调配土壤 等一下就要把带根的旧针椰子放入旗内 因为盆子很小 所以你可以想象每盆 不会很多猪 开始处理这盆 种了两个半月 也不知道根系拓展的如何 好像很容易就取出来了 哇哦 原来根系长得还不是很快 这下子可好了 这两个陶瓷小花盆 可以养一些 锈针椰子一阵子 我想应该没有太大问题 进行分猪作业 不用说根不一定是缠的你浓我浓 要把它们拨开不是很容易 更何况要拨三份 没关系 只要第一次拨除顺利 第二次自然也不是问题 终于顺利拨开成三份 其中两份比较小 用来种在陶瓷花盆内 我这样的用意是万一种太多 搞不好会爆盆 把陶瓷花盆给爆裂了 我先拿一个小的陶瓷花盆 看来这盆没有多少猪的样子 因为修正椰子也会长高 这样反而还是有修正感的存在 因为这盆比较矮 土壤扎扎实实的放入土内 小盆配上这几株感觉很可爱 终于完成了一盆的移植 还不错吧 再来是另一盆 较高但也不是很宽的陶瓷花盆 优势就是土可以多加一点 所以选择的秀真椰子 租树也比较多一点 不管怎么样 总比刚刚那一大虫还要来的好看吧 剩下这一撮秀真椰子要做哪里呢 我手指的方向就是七号种植区 可能花盆太大了 我们直接过去看看吧 这里就是第三育苗区 把它把它种大一点 再把它移植 让它生果实 就在这个区域 好了 我选在这个区域来种植这几株 目的要让它开花截止 现在开始浇水 因为夏天已经过了 也不知道这里是不是河 所以等到来年夏天到来再看看吧 这两株忘了浇水了 至于这两株就暂时留下来观察吧 因为撕裂根部的过程中 多少有点影响 等到确定没有问题后再拿回家 这样我就有三盆 算三盆修真椰子吧 过了半个月 看起来这两盆应该没有问题了 冬天逼近 太冷的话会进入休眠期 也就是停止生长 这时候一星期浇一次水就好了 而七号种植区内的那虫 修真椰子呢 也许是冬天不够冷吧 居然还给我长新燕了 看起来我有很大的几率让它开花截止 这集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再会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